太好了 我们有救了 我有救了 居然都这么讲了孩子下毒手 真的是太可恨了 新选逆贼 节语乃是死罪 你去选泽凯师弟 这儿就交给我吧 那你小心点 则凯师弟 季师兄 多谢季师兄 外面还有其他细选弟子 放心吧 音音已经把他们带走了 师兄 他们此番就是想借用朝廷之力 要诬陷细选吧 我又是走了 岂不是更说不清楚了 你都这个样子了 别想那么多了 快走吧 音音 入城 快 孩子们 过来 小心点 招呼 走 子凯师弟 你知道 西玄派其他的弟子 被关在什么地方吗 此处往北的大牢里 还有三十几名同门师兄妹 这么说的话 要赶紧把他们救出来才好 孙狗虽然在好方城吃了大鬼 但林安英触摸有功 回音之后被册封为太子 孙狗便迅速利用洛西尘 取得了李安的青睐 近来 郑武官势力大涨 所以才有了此番对西玄派 动手的胆量和奔钱 那依你看 这一局该怎么破呀 据我所知 李安与孙狗并非一条心 而是一直有所防范 此番也是受了他们的蛊惑 季师兄 如果能找到李安 说清真相 定能洗烧冤居 薄火派千年齐夜 那这么说的话 今儿晚上 我就去会一会李安 我跟你一起去 你还是别去了 泽楷师弟 还有其他弟子 都需要安排 这里就交给你和师兄了 那你注意安全 放心吧 我会没事的 明日早上风冠会合 殿下 功务要紧 但也别熬坏了身子 这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百合莲子羹 多少喝一些吧 麦妃有心了 那里的小莫然教你 那里的小莫 有点 别熟了 那裡 这许子 还说这蒙主 都以为我 不想坐 这些人 都不想見 不想坐 来 殿下 天色已晚 还是早点歇息吧 好 本王再处理一下公务 就歇息 一会儿你先去